莫言在《晚熟的人》中写道 一个人真正的强大 不是忘记 而是接受 接受分道扬镳 接受世事无常 接受孤独挫败 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 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接受困惑 不安 焦虑和遗憾 调整自己的状态 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成为更好的自己 《晚熟的人》是莫言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 其中表达了作者对人性 社会和生命的思考和探索 在这部小说中 作者通过一系列人物的故事 展现了人们在面对生活中的 各种变故和困境时 如何接受和调整自己的心态 以实现自我成长和提升 在这篇小说中 以第一人称的方式 叙述了一个名叫莫言的人的故事 莫言是一个晚熟的人 他在年轻时 曾经是一个有才华的诗人 但因为重重原因 他一直无法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 直到他年过半百 才逐渐在文学创作上有所成就 通过莫言的故事 作者表达了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找到自己的方向并不断努力的重要性 在小说的结尾 莫言写道 一个人真正的强大 不是忘记 而是接受这句话 是对小说主题的总结 也是对人生哲学的阐述 在人生中 我们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 有些人会选择逃避或忘记 但真正的强大是接受现实 接受生活中的一切 接受并不代表放弃或认输 而是意味着能够理性的看待问题 调整自己的心态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力量 接受分道扬镳 接受世事无常 接受孤独挫败 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 这句话是对接受的具体阐述 在人生中 我们会遇到许多分道扬镳 世事无常 孤独挫败 突如其来的无力感等情况 这些都是人生的一部分 只有接受这些情况 我们才能更好地面对 人生中的各种挑战和困境 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接受困惑 不安 焦虑和遗憾 这句话是对接受的 一个更深入的阐述 在人生中 我们会有许多的不完美 困惑 不安 焦虑和遗憾 这些都是正常的 只有接受这些情况 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 面对自己 并不断提升自己 在小说中 作者还通过其他人物的故事 展现了人们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变故和困境时 如何接受和调整自己的心态 例如 小说中的主人公方登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她在遭遇家庭变故后变得自闭和沉默 但是在接受了现实 并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后 她逐渐走出了阴影 成为了一个自信 勇敢的女性 另一个例子是小说中的老梁太太 她是一个经历过战争和苦难的人 但在接受了生活的种种后 她仍然能够保持乐观和坚强的人生态度 这些人物的故事都展现了接受和调整心态的重要性 在现实生活中 我觉得大家都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挑战 有时候我们会选择逃避或抱怨 但这些都无法解决问题 只有接受现实并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们才能成为真正的强大的人 同时 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也是非常重要的 只有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 面对自己并不断提升自己 总之 我认为 晚熟的人通过莫言和其他人物的故事 向读者传达了接受和调整心态的重要性 真正的强大不是忘记 而是接受 只有接受现实并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们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